燕照门事件过去整整13年了 作为受害者 陈冠希还在付出代价 人们一边窥探他的种种隐私 一边用最恶毒的词汇形容他 他努力想过上寻常人的生活 但是他注定不寻常 陈冠希说自己活着就是为了证明他们错了 自2008年远离娱乐圈后 他做着自己钟爱的潮牌 足建了家庭 有了想要保护的人 内心忠得平静 唯一不变的是他身上的帅性与不隐藏 这种赤裸裸的直率与真实 足够冒犯很多人 那个牢笼将他深深圈住 由于身上的负面标签 他不被尊重 总被拒绝 陈冠希放过了自己 可这个世界从未想放过他 不过他坚信自己的春天会到来 所有的事都会过去 被忘记 在以独白为叙事逻辑的舞台剧专辑《一只猴子》里 他承报了所有的词曲创作 写下的是自己这些年的新敌事 沈娜 为何一直怀疑我 为什么不能相信我 要我求求你吗 才能原谅我吗 神 我对着天空说 我没有错 我没有错 由桀骜变为赤裸裸的诚恳 其中夹杂着些许悲凉 2016年 楼叶新电影《风中游躲雨坐的云》拍摄完成 陈冠希在其中饰演一个小配角 配合警官侦查艳照事件 影片反复审核后 最终供应时 有陈冠希的镜头全部被删掉 只剩下一句他的话外音 所有事情都是这样 会过去 被忘记 这些年 陈冠希远离娱乐圈 努力挣脱那件事 带给自己的巨大影响往前走 只是偶尔在深夜 隐藏多年的痛苦与委屈会 侵蚀着他的内心 尘埃落定 人们总说算了 一切都过去了 其实回头看 陈冠希这十几年的人生 什么都没有过去 他觉得没有做错什么 却迟迟等不来一句道歉 时间回溯到那次事件之前 陈冠希是被期待的巨星 狗咬狗 吴剑道 头文字帝 他拥有一张精致帅气的脸 演戏极富灵气与天赋 2000年 在张国荣指导的唯一部公益电影 烟飞烟灭中 在电影中 饰演经纪人总监的梅艳芳对她说 这段电影里的对白 后来被看作是神异般的隐喻 香港黄金时代的艺人 大多家里贫苦 历经多重磨难后 才得以被世人知晓 与多数人不同的是 陈冠希家境富裕 在香港颇有地位 前来拜访者皆是名流 我从小会看到许多明星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但我知道这里面有梅艳芳 也有张国荣 陈冠希的父亲陈泽民 活跃于香港娱乐界 是英皇公司的高级董事 旗下有多家演艺及唱片公司 人称九哥 这样的一位父亲 对待自己的儿子 是疏离陌生的 只用金钱作为堂塞 童年时期的陈冠希 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没时间陪你 给你钱 要多少 14岁那年 他从报纸上 才得知自己的父母已经离婚 我家有太多的秘密 只有我不知道 父母离婚后 陈冠希在温哥华 与香港两地来回奔波 尝尽人情冷暖 自小家庭的破碎 与亲情的缺失 让他走向了叛逆 年少的陈冠希手里从不缺钱 内心却是孤独的 嘻哈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教会他很多东西 教他如何与兄弟相处 教他怎么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 来到香港投奔父亲后 他没有感受到家的温暖 只有无法把控的自由 随后被送进香港国际学校读高中 同学是谢霆锋 此时陪伴在陈冠希身边的 还有一个人叫龙哥 是他父亲的私人司机 陈冠希不会想到 这个人后来几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龙哥名义上是司机 其实是全职保姆 每天喊陈冠希起床 陪他去夜店 两人形影不离 每天伴嘴 他喊陈冠希老板 陈冠希却说 我已经把他当父亲一样看待了 1999年 陈冠希高中毕业 暑期在外吃饭 碰到了成龙经纪人与吴彦祖 经纪人喊他 过来和吴彦祖合个影吧 陈冠希没有多想 走过去同政治演艺事业 如日中天的吴彦祖拍了张合照 接着就收到一份合约 有人让他去拍电影 回到温哥华后 陈冠希询问母亲 要不要进娱乐圈 陈妈妈说 快去 这是你唯一能挣钱的机会 回到香港后 他签下合约 接拍了特警新人类2 同年发布专辑 陈冠希 出道及走红 陈冠希的天分 几乎是为娱乐圈应远而生的 精致帅气的脸 演戏的才华 雄厚的家庭背景 众所周知 张国荣爱惜有才华的新人 陈冠希出道之初 他帮其写下 极爱自己 让这个年轻人有了信心 也是他事业的开始 张国荣说 好欣赏陈冠希 他是下一辈中最有前置的 专辑发布时 大哥成龙为他站台 力挺陈冠希 导演刘伟强提起陈冠希 说他一点就通 表演天赋不可小觑 年轻时的陈冠希 面部棱角分明 上扬的嘴角露出自负轻蔑的神情 一双深邃的眼睛里 透出的是巨大的热情与绝架 第一次出现在电影特警新人类2中 坚定的眼神中藏着反叛 脸上挂着玩世不恭的表情 在《无间道2》里 陈冠希饰演的卧底刘建明 在《黑道》与警局之间游刃有余 总是歪嘴一笑 身上有一股桀骜不羁的劲 在刘嘉玲 吴振宇等影地影后面前 他的表演也毫不逊色 那种恰到好处的脾气 被他诠释得非常到位 2005年 陈冠希与周杰伦一起拍了经典作品 《投文字地》 讲述了普通男孩成为赛车手的生活 他饰演的高桥梁介轻狂帅气 嘴巴里总是叼着一支烟 眼神冷峻 让人至今仍无法忘怀 电影中高桥梁介的口头禅是没关系 想好了再打给我 风轻云淡的耍酷 从不顺从 耐人咀嚼 有人说 他皮皮的笑 闪亮了很多人整个学生时代 一年后 陈冠希几乎奉献了自己最好的作品 狗咬狗 他饰演一个只有动物本能的柬埔寨杀手 没有人性 极其凶狠 一改往日的不可一世形象 他在地上求生存 整部影片 他没有一句国语台词 只有三句泰语 意味着他只能靠神情与动作表达人物内心 人们难以想象 自小生活在纸醉金迷环境中的陈冠希 眼神中会有一种未被驯化的原始感 为了演好这个极富挑战性的角色 陈冠希甘愿扮成狼狈的形象 也吃了不少苦头 人们看到了除了脸之外 他对于表演的认真与天赋 凭借这部狗咬狗 陈冠希早早入围了东京国际电影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很难准确找出一个男演员 能演活一个坏男孩 那部电影过后 他直言 从那时起 我爱上了电影 时间来到2006年 陈冠希的电脑坏了 龙哥拿起电脑 找一个熟人去修 走之前 陈冠希说了句 盯着点 龙哥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 在老板修电脑的时候 出去抽了根烟 他不会知道 自己出去的那几分钟后来 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 电脑维修员利用技术 恢复了之前被删除的大量死照 并进行了拷贝 之后与同事分享 谁知最后同事 将这些照片上传到了网上 2008年1月28日 陈冠希开始收拾行李 准备去往温哥华陪母亲过年 那天下午 网上爆出一张 自己与女明星的死照 陈冠希没太在意 很快 越来越多的照片纷纷被爆出 不法分子 甚至将其刻鲁城光盘售卖 一旦激起千层浪 他慌了 牵扯其中的女明星星途近毁 很多人陷入舆论漩涡 百口难辨 阿娇的一句很傻很天真 成为很久的谈资笑柄 陈冠希不知事情 为何会变成这样 你情我怨的事情 被电脑修理员私自恢复外传 自己明明是受害者 却成为千夫所致 我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明天还有几张照片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我不想醒来 我只想睡觉 漫天的网络暴力与人生恐吓起来 仿佛看不见镜头 这件偶然事件彻底摧毁了意气风发的少年 整个世界对他持有深深的恶意 疯狂的群众彻夜未眠 集体叫嚣着让陈冠希滚出娱乐圈 事发前 他的身边有三四个助理 家里有三四个保姆 几千个朋友围绕在身边 他曾表示自己是那种没有做错事情 绝对不会道歉的人 但是对女明星的伤害 让自己感到愧疚 必须出来道歉 那年陈冠希28岁 在死之前 他被期待成为巨星 在一堆嘈杂声中 陈冠希远赴洛杉矶 这一退 便再也没有回来 送修电脑的龙哥 陷入到深深的自责中 陈冠希还是让他回到了自己身边 每次从国外回来 都会让龙哥接车 龙哥每次听到陈冠希的声音 就会开心很久 最让龙哥感动的是 当年自己重病住院 陈冠希得知后 立马回到香港陪伴在其身边 旁人不解 他对身边的人说 你不知道 我已经把他当成父亲了吗 陈冠希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然而已经退出娱乐圈的他 并没有被放过 当年堪称是道歉犯本的行为 丝毫没有浇灭人们的怒火 陈冠希收到过两次 装有子弹的死亡威胁信件 纸条上写着 我要代替正义 送你上天堂 他独自在家中待了五天 不敢睡觉 不敢出门 为了躲避狗仔 有次他藏在汽车的后备箱里 整整15分钟 差一点窒息 成千上万的人 一边窥探他的种种隐私 一边用最恶毒的词汇形容他 陈冠希渴望的平常生活 依然出不可及 最痛苦的是 回家对着镜子看到自己 恨自己 他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只愿意和认识的人待在一起 看见陌生人就会心生警惕 他的演艺事业毁于一旦 直到今天仍然受阻 不过陈冠希早已不想再回归到这个圈子 不可否认的是 陈冠希至今仍是顶流 微博有2960万粉丝 随便发张照片 就有400万的浏览量 陈冠希不明白 人们讨厌他 却又在关注着他 他努力想过上寻常人的生活 但是他注定不寻常 退出娱乐圈的陈冠希 投身于自己的潮牌生意中 比之前更加拼命 拥有了掌控权与话语权的他 远离娱乐圈的纷扰 早已给自己退去明星的标签 每天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做设计图 亲自去工厂选择不了 为热爱的事业而奔波 如今 这家店每年营业额高达一两千万美元 他底气十足 那些一直说我一事无成 靠脸吃饭的人 时候到了 相信我 看到事实摆在眼前 你就没话说了 这样的陈冠希看上去是酷的 然而提到表演时 他面露沮丧 陈冠希将演戏成为自己的解药 这是他目前唯一的遗憾 我没有那么坏了 那个牢笼将他深深圈住 由于身上的负面标签 他不被尊重 总被拒绝 2016年 导演楼叶因欣赏陈冠希的演技 找到他出演自己新电影 风中游夺雨做的云中的片段 几经波折 最终过神失败 十几年过去了 那道门还是会阻隔 他与表演的接触 这样的陈冠希 甚至连做公益的机会都失去了 有次 他联系到国内一家慈善机构 想要捐款 不需要任何宣传 只是想做点好事 结果 对方把钱退了回来 还扔来一句话 只要是你捐的 对我们来说就是负面新闻 2017年 陈冠希自己作词 创作了歌曲旋律中的眼泪 字字句句 刺痛了无数人 江湖仍有他的传说 很多人的命运 往往都在无形的偶然事件中扭转 起起落落中 寻到真正想要的东西 一顿喧嚣过后 陈冠希寻得内心的平静 大众也在重新审视着发生过的一切 马东曾在节目中遗憾地说 如果没有这件事 它是一个能想象到的巨星 我们欠陈冠希一个道歉 不是说陈冠希需要这个道歉 我们给他道歉 是拿来安慰自己的 我们拿来的是释放自己八年的成长 如今的陈冠希 骨子里的少年义气还在 不过已经不轻易显露 现在他最喜欢做的事 是与妻子一起陪伴女儿Ala 对待家人 他格外温柔 当年的叛逆青年 现在说他可以错很多次 我都会原谅他 他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是给女儿换尿布 有次在香港收工后 他迫不及待要飞回洛杉矶 因为女儿就要学会走路了 陈冠希说自己不想错过 如果回去的时候 Ala已经会走路了 他会很难过 世界是很混乱的 我希望带着我的小孩 在这个非常乱的世界里 做一个好爸爸 自小缺少亲情温暖的陈冠希 想要给女儿很多的爱与陪伴 而不是金钱 他说自己现在有家了 2021年的第一天 陈冠希带着妻子与女儿 来到海边露营 只为和爱的人 一起见证新年的第一次日出 见过世界的残酷与无情 从云端坠到平地后 他知道了如何温柔 陈冠希放过了自己 可这个世界从未想放过他 不过他坚信自己的春天会到来 在纪录片的末尾 陈冠希洒脱地抖了抖头发 支持我的人 谢谢你们 恨我的人 我也要感谢你们 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开心 拥有强大的力量 13年过去了 却什么都没过去 受害者一直在付出代价 我活着就是为了证明他们错了 40岁的陈冠希 已经不需要这声道歉 在接受一档纪录片采访时 记者问他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改变 会改变什么 他笃定地说 我什么都不会改变 我什么都不会改变 我很开心 今天我知道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发生过 不过那个不是我黑心故意去做的 我这个是一个意外 我觉得 那我从那个事情 我学到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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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我连游一点